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嘴巴就上来了 这不就是果吗 谁造的因啊 你自己造的因 所以姻缘不好 强求一定不顺 姻缘如果不好的话 你不要去强求 今天这个人不愿意理你 你拼命要去跟他好 不会顺利的 你不相信 试试看 这个领导对你有意见了 你想 糟糕了 你天天跑去拍 哎呀 张局长 我给你买了东西 张局长一定说 不要不要 你能顺利吗 强求不顺 因为缘分不好 你去强求 哪会顺利啊 夫妻两个人 已经吵成这个样子 应该先冷静一下 但你心急 还要跑过去说 对不起啊 你在他面前 打自己耳光 他也不会原谅你的 这就叫缘分 所以 叫你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 瞻前顾后 感恩好的姻缘 比如 如果今天 有好的姻缘 我感谢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的前世 做了很多好事 我谢谢菩萨 师父经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我今天能够拥有 这么个法门 来救度这么多众生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前世 真的是修了 再前世 也修了 我能够在天上 我能够下来 救度众生 我真的很感恩 心里想想都开心 因为我过去生中 我真的在修啊 所以 我才能得到这个果 那么 等到自己吃苦的时候呢 你吃苦的时候 你也要有感恩心 菩萨让我知道了 这个姻缘啊 我今天吃的这个苦 原来 菩萨让我知道 因为我前世 没做好事 我真的前世不懂 我今世明白了 我懂了 所以我来世 就不会再去偷人了 我来世 不会再去 变恶贵 变畜生了 对不对 要有感恩心啊 对前世做的善事 坏的姻缘 也能够明白 所以 要感悟人生 为什么自己 在上辈子 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不做好事啊 哎呀 从这一世的恶缘中 我得到了这个缘 我明白了 原来我上一辈子 做坏事 所以 这辈子 才会来人间 受这个苦 我这辈子明白了 我下辈子 不会再受苦了 你有没有感恩心啊 如果你这辈子 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吃这么多苦 就像现在 很多人一样 我就不买这个账 我现在吃苦 我一定要好强 我一定要 跟命做斗争 你造了更大的孽 下辈子 说不定 连做人的机会都没有 有多少人 就是为了好强 从正道 找不到自己 最后 走偏道 进入黑社会 杀人放火 他照样是老大 他认为 他在人间 也是能吃喝玩乐 结果 跟那些贪污 下台的领导一样 最后被抓住 马上枪毙 还要说 一百年之后 还是一条好汉 可能一百年之后 还是一条好狗 能投人吗 投得了人吗 真的要开悟啊 人开悟之后 就是从独爵到圆爵 独爵是什么 是一个自己先要明白 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 你的缘分到了 你就更觉悟了 这个时候 就是有本身 自身的感觉到这个缘 然后升华到圆觉 也就是 有了这个缘 促使你觉悟 听得懂吗 先要自己明白 然后 你的缘 才会缘吗 举个例子 今天你们两个人吵架了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永远不会去跟他打招呼 说好话 你不会等到圆觉 等到你自己明白了这些道理 你会跟他去打招呼 这个缘就觉悟了 对不起啊 我今天真的是不当心 讲话伤你了 我不是有意的 请你原谅 好 他就明白了这个缘分 原来 今天自己身上有灵性 老公又不相信 那么我现在 跟他打个招呼 事情就解决了 人要会讲话 很多事情憋在那里 不肯讲 你可以找一个理由来化解 实际上 这个理由是真的理由 是什么理由呢 就是告诉他 身上可能有灵性 我今天身上有灵性 我今天冒犯了你 有可能是真的有灵性 就算没有灵性的话 你这么一讲 对方也会谅解的 怪谁啊 不怪你 也不怪我 怪灵性 所以你也没错 他也没错 灵性错了 你不就过来了吗 要圆绝啊 怪人家 就是不明白道理啊 今天 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女孩 很好看 你就一定要动坏脑筋的 没有这么多小女孩 你就不动坏脑筋了 你修新修的好的人 你怪人家干嘛 很多大和尚 跑到购物中心 坐在那里 眼睛一闯 眼睛一闭 照样 两耳封住 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她的心 不受外界的影响 静 不能影响她的心 静 转 而心 不转 师父的本事是 静 转 而心 不转 你要用智慧 把它解决掉 你要让环境 顺着你的心来变 而不是你的心 去跟着人家的环境变 师父在青年团开示的时候 这么多小青年 喜欢他们吗 喜欢 开心吗 开心 发喜吗 发喜 讲完之后 回房间里 门一锁 谁都不见 对不对呀 环境再怎么变 我的人不变 我的心不变 你们就是 要学这些定性啊 师父这次 问活佛 你们是 怎么打坐的 闭关怎么闭的 实际上 我知道闭关 怎么闭的 但是 各个宗派 法门 都不一样 藏传佛教 密宗里面讲闭关 分成四节 早上几点到几点 当中休息一个小时 再从几点到几点 就是坐在那儿 打坐 念经 实际上 就是不听电话 不见客人 就是坐在里面 闭门思过啊 看样子 我以后 要在土地当中 弄一个道场 真的希望你们很多人 跟我好好地闭关啊 真的 专门弄一个房间 尤其是 小鱼第一个 跟我先坐在里面 你坐一天 看你是否坐得下来 就跟我在里面 打坐念经 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把你送进来 心这个时候 一定会乱 会散乱 明白了吗 闭关就是 把脑子里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全部逼出去 所以 要感恩这个姻缘 让你开悟 你不要去恨姻缘 哎呀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对我不好 不要去恨人家 你要感恩啊 因为这个姻 造成了这个缘 让我明白了世界上 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老公 太不讲道理 整天打我 让我知道了 我前世做了 这么多的坏事 我今世 应该把它化解 我下辈子 才不会再被人家打 这叫感恩啊 忙了半天 他打我 我打他 你找五个人 他找十个人 最后 大家都进去了 孩子一三五 给监狱里的妈妈送饭 二四六 给爸爸送饭 你以为 没有这种事情吗 所以 如果我们这辈子 能够闻到佛法 才能马上解脱 什么叫马上 北京人说 立马解脱 星期三 听师父讲课的时候 还能立马解脱 一结束了 立马忘记 真的没出息 真的没出息 所以 你就永远沉沦在 轮回之中 因为你们多生多世 碰到的冤家 就是说 你们今天在这里 在工作单位里 在家里 碰到的 都是我们前世 多生多世的冤家 你们跟孩子都是冤家 跟老公也是冤家 你们以为你们今天 碰到的老婆 碰到的老公 不是你们前世的冤家 只不过 善缘和恶缘都有啊 碰到冤家 因为上几辈子 大家都在 争名夺利 你死我活 所以你下辈子 还是争名夺利 你死我活 这就叫沉沦于六道轮回之中 明白吗 所以我们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我们何来跳出三界啊 跳得出来吗 跳不出来 我们怎么样 不出六道轮回啊 空话 小鱼跟师父讲 师父 我下辈子 再也不想到人间来了 我想跳出六道轮回 信誓旦旦 讲得好听 就像你的头发一样 剃完了 不又长出来了吗 你讲过的话 过一阵子 不是又出来了 你现在 先跳出来试试看 你跳得出来吗 情子 你跳得出来吗 名合力 很难跳出来的 稍不留神 又进去了 它像一个漩涡一样 不停地 在你身边旋转 你一不当心 就滑进去了 你们有本事 学学师父 我把门一关 什么都不想 我就是善待员 我把你们都当成 一种境界 我来修炼 不管你们来告诉我 什么事情 好的 不好的 我都当成一种境界 我要讲就讲 讲完了就忘记 如果我把你们这些 肮脏的东西 全记在脑子里 我就叫没智慧了 我想起来就讲 讲完了我就忘 因为在我的心中 我都是空的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留恋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睡不着觉 众生疾苦 可以让我睡不着觉 其他私人的东西 没有的 你们徒弟 跑到我这里来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讲过 我就忘记 你们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们愿意怎么样说 就怎么说好了 搞到后来 还是这个样 你们能把师父 搞成什么样啊 师父会被你们 搞成什么样啊 Form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